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COVID-19的时候 COVID-19的时候各位 卫图部每天在电视上报告 有觉得很生气的举手 你们都不生气啊 你们都没看 就是你看新闻的时候 那个卫图部每天在上面报告说 今天几个人感染啊 死了几个啊 然后又有后面追加修正的啦 然后他是不是大家都很生气 有很生气的举手 你们都爱好 你会还好的原因是 因为他跟你说这个几个人几个人 你觉得那数字不大 那个数字对你来讲没有意义 是不是这样 这个黑板 我来算一下 刚刚我做了一点小 因为我会忘记一下 各位 为什么有的人会生气 为什么有的人不会生气 我们台湾是两千三台湾 那你每天看他在报那个 那个新闻多少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趋势吧 因为我们不知道台湾到底 未来有可能是怎样的感染率 使用率是多少 那那时候呢 我们是自己上网去Google了一下 我去找了那个 我用印度来当例子 印度的感染率是0.023 感染率 感染率就是 所以你的两千三百万人乘以这个数字 就会是被感染到的人的数字 对不对 各位计算机 按一下 计算机 计算机 开启 按一下这个数字 我们现在是用印度的感染率来算我们台湾可能的被感染率 所以台湾有可能如果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他有可能受到感染是52万9 再来感染的人会有死亡率 那时候全世界平均的死亡率是0.021 台湾比这个大 台湾是这个将近三倍 那我们不先算台湾 我们算世界519就好 来 呈出来是多少 11109 一万一千 好 这些 这些是死掉的 会死掉的 好 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趋势来预测 台湾可能会死掉这么多的 一万一千一百一百一九 那你觉得很可怕 刚刚你一天看到他一天爆 今天是两个 今天只有三个 是不是很小 没感觉 可是如果你去概算一下 我们台湾总共可能会死这么多 这一万多对你来讲有没有感觉 是不是比较有一点感觉 毕竟听到一天几个几个 跟一次听到一万多个 那个数字都差很多 所以这个会比较有说服力 所以各位记得 以后你给男生 以后给藏女人用钱的时候 不要换月给 你一个月给他五千五千五千 每个月都给五千 他不会感激你 为什么 因为你另外一个年金 他平常都不给 但是呢 过年的时候他包三万 你包两万八 他就会说你的年金比较好 懂意思吗 你看一次总量数字很大 你就爽 看你吃只有一点点 你吃只有一点点数字你就不爽 同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数字就可以退服了 好战 如果你还觉得这个东西不够距离 我们现在让你更有感觉一下 这是死人 只有看数字 死人如果躺在地上的高度 躺在地上就高度厚度 我们给他算20公分好了 20公分 来各位乘一下 二二二一八 二二二一八 八零 这是公分哦 对不对 这是公分 那换成公尺的话 就这样 就二二二一公尺 对不对 二二二一公尺 如果没有概念 101到5的高度是五百零八 来乘 除以五百零八 三三三四 四 将近四三 各位死人可以堆四座101到的那么高 这样有没有更有感觉 有吗 这样是不是更有感觉 好恐怖哦 很恐怖对不对 死人堆了四座101到的那么高 再没有感觉 我看你 应该就是平常没感觉 所以各位 资料表示重不重要